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爸爸的摄像机 邮递员斑马先生正在给佩琪加送信 有你的包裹 猪先生 太感谢你了 斑马先生 再见 瞧啊 邮局刚送来一个包裹 有谁来猜猜里面是什么 恐龙 乔治 不管送来的是什么东西 你都猜是恐龙 这个包裹太小了 恐龙怎么会在这个里面呢 我想这是一个 一个新玩具 答案很接近了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 新的摄像机 祝爸爸你的新玩具 你猜对了 这是台摄像机 我们可以自己拍影片 然后在电视里面看 我可以第一个使用吗 爸爸 对孩子来说 用起来有一点困难 就算是我 也得先看说明书 比我想象中的要难一点 苏西的妈妈就有一台摄像机 我看它都是直接按这个按钮的 哦 做得对 佩奇 谢谢您购买电影3080 我迫不及待想帮您拍第一部影片了 可以把这个声音关掉吗 嗯 我不太确定 谢谢您购买电影3080 苏西家的摄像机 你按这个按钮它就不会说话了 谢谢您购买 现在它不说话了 做得好 佩奇 我们该先拍些什么呢 拍我吧 好的 佩奇 你好 我是佩奇 大家都过来 你好 我是佩奇 再来 再来 好的 你好 我是佩奇 你好 我是佩奇 你好 我是佩奇 再来 再来 呵呵呵 我们该拍一点新东西了 我知道 你先离开这房间 我们会拍段影片给你看 先出去嘛 猪爸爸在厨房里等的时候 猪妈妈 佩奇和乔治正在拍摄影片 不许偷看哦 猪爸爸 呵呵呵呵 我们三个都得出镜 乔治 你想第一个来吗 拍好了吗 我可以进来看影片吗 完成了 你可以进来了 乔治和佩奇都拍了一段影片 那我们先来看看乔治的影片吧 恐龙 恐龙 乔治假装自己是一只恐龙 这真是一只很吓人的恐龙 哦 哦天哪 乔治吓坏了 不要害怕 乔治 电视上的那个不是真的恐龙 是你呀 恐龙 我们来看看佩奇的影片 你那样是在模仿谁呢 大家好 我是猪爸爸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看呀 我的肚子非常大 那是因为我平时吃了太多的饼干了 我的肚子可一点也不大 但我喜欢饼干是真的 而且你越吃越多 你的肚子就越变越大 好了 下面是什么 这个是我可爱的小弟弟乔治 这个是我的妈妈 这个就是我 而这个就是真正的猪爸爸 这个是真正的猪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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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真正的猪爸爸